演劇的比分非常的悬殊啊 21比13 21比6 好 接下来呢 我们再来关心一下男子单打的比赛 刚才已经介绍过了这场比赛呢 是由林丹的来对阵王正明 在老前的这个赛程上是林丹和陈龙之间的较量 林丹的这个世界排名已经降到了100位啊 这次是持外卡的来参加世界锦标赛 获得了这个世锦赛的资格 从去年的伦敦奥运会之后啊 林丹就因为这个受伤 还有各种社会事务的关系啊 这个退出了人们的视野 有半年多的时间 直到今年三月份的才重新开始训练 但是因为状态可能是非常的理想 所以他这个在先后在全英公开赛 还有亚洲锦标赛的比赛当中退赛 包括刚刚结束的印尼和新加坡两战比赛 林丹也是因为状态不好的关系啊 没有能够出赛 这羽毛球运动员呢 他的这个训练的恢复 还是需要很多的这个时间 而且这次在集训过程当中 根据自己的情况 林丹并没有是主于这个单人训练 他是跟队友合练 人们还是对于他的这个出赛啊 非常关注 毕竟呢 他在这个这么有天赋出众的一名选手 在世锦赛上也有很好的战绩 他参加了七次世锦赛 并且四次拿到冠军 而且是全世界第一 这次李宗伟呢 也是说因为林丹的状态不是很好 所以拿到世界冠军的机会很大 有全部的 全家人的都会来到广州 为李宗伟的比赛来助阵 你现在看王静明这名小匠 他本来就是一个广州的选手啊 非常的年轻 在世界锦标赛上 包括呢在亚典赛上都拿到过冠军 目前王静明的单打世界排名是14位 颠单抓住机会呢在往前的一个扑底线啊 成功拿分4比2 王静明曾经在2012年的中国羽毛球公开赛上拿到过南丹的亚军 这球的质量非常高啊 插着球往过去 那林丹的整个人晒得非常黑啊 呈现了一个健康的古铜色 反派的过渡球质量非常的差 让王静明可以逮助往前的铺网机会 这过渡球啊显得目的性不是很强 合上发平高球 能突击一板 铺网啊好像这边稍微有一点顺风 那这边已经把笨呢追上来了 前厂的放网质量非常的高 就突击一板啊 这是林丹的招牌啊 出击之后迅速来到往前 连接的速度 来看一下这个 相当漂亮的一个放网 接着手而行向左手 手腕伤的假动作 准备 然后赶高球又是出了底线 林丹这边的球场稍微的有一点点的顺风 连续两次就是对于底线的这种控制 要求都比较高 不要追求这个落点的深度都出界了 反拍的调球还是不错的 但王泽民显然是早有准备 连续都是在底线方面 林丹的主动失误给退手送分 6比6平 王泽民身高是1米83 90年出生的一位小将 注意这个假动作 拍面的角度过于打开了 还是继续调啊 两人都是在控制对方 他往前拨了一板 出界了 前面这个阶段来看呢 林丹对于对手的底线控制还是比较多 但是同时呢 在底线的失误也比对手要来的多一点 反拍勾对脚 见内 ;; 直立起了 Calvin 微了 下 微了 uso 接着 转刹 ED 可 可 那 呻 出 reasons 刚才裁判在这个积分方面稍微出了一点闪失 这球并不是换发球 所以现在要重新调整一下积分系统 9比6是林丹发球 刚才的这个反拍勾对角是在界内 上一个球就是林丹发的 系统现在出现了一点问题 将近一年的时间林丹都没有参加这个国际比赛了 但是呢从林丹自己说的 他的这个体能训练一直都非常的强调 从他现在这个肤色啊 包括他肌肉的感觉上面来讲 在体能方面的训练还是很不错的 就是技术 是不是会影响到他的竞技状态 大家也非常希望能够通过这次在青岛的这个模拟赛 能够看一看 集训的效果 文正明刚才呢在这个往前的这个连接非常的快啊 这个 工作相当的精确到位 看到林丹呢在防守的时候有一点手忙脚乱了 所以呢是迅速的上往前铺往 连接非常的快 往前护挫之后 这个出界非常多 今天的在底线的这个位置的出界啊 林丹的这个主动失误还是偏多 头顶位置 头顶位置的这个点纱啊 起跳的时间稍微的晚了一点 所以呢动作稍微的缺乏一点控制 又是一次主动失误 王正明虽然是一直被林丹压着比分啊 而且呢 但是这个双方在比分上面的差距一直没有出现 清掉一板 漂亮啊 林丹抓住了机会之后 这个动作也是非常快 进攻的角度和速度都是有点出乎对手的意料 在前面的指一个比较慢节奏的过渡之后 突击一板 11比10 11比10 林丹领先一分 确实是一个比较好的机会 王正明没有能够把球控制在底线之内 两个人呢 此前在这个国际比赛当中呢 也有过三次交锋 分别是在2010年的亚洲锦标赛 还有2010年的中国大师赛 和11年的马来西亚公开赛 这三次交锋啊 都是林丹的取得了比赛的胜利 都是直落两局的比分 王正明说呢 跟林丹打比赛就像感觉到是跟强在对打 基本上是自己没有什么机会啊 球非常的硬 对手回来的 他心中的偶像呢 就是有一天啊 能够实现像林丹这样的辉煌成绩 超越这个偶像 林丹对于这个整个国际雨连来说啊 世界雨连都是非常宝贵的一个财富 他现在随着盖德陶飞克这样的名将的退役啊 他的这个出场就是票房的保证 所以尽管他的这个训练不是非常的系统 而且缺席国际大赛很长时间了 嗯 世界雨连依然是给他发出了外卡 让他来参加世界锦标赛 加油 周放网的质量不高 王志明非常快的啊 抓住了这个节奏 你看一下 郭昂的高度 还是给了对手扑杀的机会 嗯 非常棒的一个突击 再次把比分追平 而且这球是砸在了林丹的脚上了 进攻的速度和落点都非常好 披杀对角 你能把这球防起来 各度一下 往下来看 应该是一个杂现好球 陈金 陈金的这个 这些年呢也是受到这个伤病的困扰啊 状态的起伏非常的大 这次世界锦标赛王晶明是南丹的十四号种子 前面呢排在 二号种子是中国选手陈龙 三号种子是杜鹏宇 和林丹呢 由于她的这个世界排名下降的比较快 所以在市井赛上面 前面几种比赛呢 就很可能会遇到一些比较难打的对手 会很艰苦 所以她的整个市井赛的晋级之路啊 会比较辛苦 王晶明连续得分了 现在已经是比分上反超了两分 这是在第一局比赛里面啊 第一次的反超 主动的失误 看来这个训练的这个状态 竞技状态还不是说非常好 对自己仍然有非常高的要求 让这个球的落点啊 尽量在线上 所以给自己提出的过高要求 所以今天林丹的总体来看 主动的失误还是比较多 然后这样的快速的分球 手上的准心啊 在如果训练的系统的情况下 这个准心还是比较高的 这次再往前的搓放 再度被王晶明给判断到了 提前啊 再来看看这是反拍 这球搓的实在是啊 没有这个变化 基本上是 硬弹跳 漂亮啊 打出了一个快节奏的突击 反拍球14比18 点下得分啊 点下对角14比18 林丹还是落后4分 反拍戈对角 轻掉一板 错的高度太高了 这个球啊 虽然过往高度有 但是我们看到这个搓 搓球的质量还是不错的 这个球头和球毛 有一些飞行当中的变化 所以呢 这样的球 王晶明要想直接扑网 他拿分的可能性呢 就会 概率会降低 还是能够看到林丹的风采 头顶内几个次快攻 节奏的变化啊 非常快而且也是很有隐蔽性 今天呢在这种底线控制方面啊 林丹的主动失误非常多 至少啊 至少啊主动送给对手五六分 至少啊主动送给对手五六分 好啊主动 先让你来来来来来来 嗯 我来了 到家里面 您需要过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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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啊 我们放下下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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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吧 相当漂亮的一个多拍的回合 应该是在整场比赛到目前为止 最长的一个多拍回合 可以说看到头顶位置是一个很好的突击的机会 王郑明英还是抓住机会下手了 踢下对角踢得非常的尖 这样来到第一局的局点 林丹的整个人也是一个愉悦的防守 没有成功 我是要把这个踢上的汗水清理一下 在局点上面 有人在这个机会上面都是接机的 给自己这个手把的毛心胶上面放一点霉粉 增加一下这个摩擦力 这球搓的真的是质量很高 看一下慢动作的重报 这一搓滚网非常非常漂亮的一个搓球 局点上面擦汗之后 林丹是连续追回了两分 好像用起了相当相当漂亮的搓球 这个风格呢是有比较明显的改变 名单他此前呢在场上呢就是靠这个快速的得分呢 当然他的这个往前的技术也是非常细腻的 但主要的得分手段还是说他的这种突击的能力 今天呢在这种关键比分上面 都是靠相当细腻的往前连续追分 哎呀可惜了 这球呢是一个要贴网了 准备回放的时候可能是犹豫了一下 没想到对方这个球回的非常的贴网 虽然在差一分的情况下 还是让王正明这名小将呢把握住了局点的机会 双方在第一盘的比赛里面啊 在第一局的比赛里面 王正明是21比19选胜 比赛在15分之前 王正明的第一局一直都是说让林丹的先保持着这个先得分 比分上面稍微的压制啊 那后来还是把握住了第一局的局点 第二局的比赛开始 八八九 再次往前的这个小球戳放 展示一下这个技术 这个反派的这个过度啊还是质量比较差 刚才这个林丹呢在嘴里面嘟嘟当当的说 这个侧风它感觉比较明显 那就是说其实在刚才这个 包括第一局的这个边线控制方面来讲 他觉得这个风向还是对他有比较大的影响 那我想的这个风的风向的条件对双方球员的是比较公平的 就是你在整个的这个击球上面呢 还是说要找到你的进攻的这个均衡的均衡的点啊 成功率和质量的均衡点 成龙 本来这场比赛是由他们来跟这个林丹的来进行对抗的 一周以前呢有一个这个不对外的对内的对抗赛里面啊 林丹是战胜了成龙 今天这场比赛整龙是因为脚伤的关系啊 林丹呢由王正明呢来代打 挂网球 挂网球 挂网 扁杀挂网 其实一看到王正明在发球方向呢 他都有一些改变 突然的一个后场的评高球 还是破坏了林丹的揭发节奏 好久未见的出击能力还是非常强 这球杀得非常脆啊 调顶位置的批杀 鸡发直接杀追身呢 假动作可惜了 这球没有控制住啊 今天他在底线和边线控制上面呢 林丹还是有点对自己要求过高 总体来看 可能还是说这个训练的不是非常的系统 对于这些人场的把握啊 不是很强 看到那是李永波的儿子啊 李根 第二局比赛开始之后 两个人在比分方面 还是纠缠得非常的紧 林丹是在往前啊 对伤紧逼的 非常有压迫感的时候 我们看到这个追身的随机球处理 看到对方的这个 还考虑到对方后场的空档啊 直接呢是一个挑球 调得非常高 而且是也非常深 又是在这个边线控制上面 出现了主动的失误 还是主动给对手送分 今天在近身球上面的处理啊 林丹那种展示了非常好的随机球的捕捉能力 然后突击头顶位置的一板直线 刀完球 六 前面呢 往前的这些小球的连接 还是比较的细腻 林丹 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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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分交替上升 6比6 往前的小球接发 用假动作 反拍啊 有点下压的 一板 优势突击头顶位置直线 像这种慢动作的重放也可以看到 林丹在这个进攻的转换 攻防转换之间的能力还是非常强的啊 在这个像头顶位置移动的过程中 都看不出它可能是一板突然的这个小臂加速 温柔 加油 应该会得到 小臂 加油 小臂 加油 小臂 加油 反排附网出现了失误 还是交替上升啊 这个比分 咬得非常简 但是跟第一局情况呢 是相反 先得分的一般都是王正明 王一涵 王一涵 在刚刚结束的新加坡羽毛球公开赛 这个决赛当中呢 是2比0击败了队友 余雪瑞 8比0击网的这个追身位置啊 还是说处理的不错 您单看到这个底线的位置啊 还是在界内 有一个非常晚的一个时间 这个抽球 这个抽球正好靠身体的位置 也是阻挡对手的视线 9比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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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的男单比赛里边呢 这个平球挡技术的使用是越来越多了 整个使这个男单的打法也是变得更加的多元化 独排这球非常贴网 林丹之后把这球调的后场调的非常高 还在继续 很可惜 这样是11比9 第二局的间歇又是林丹领先 第一局比赛就是林丹领先一分 进入到的这个局修的第一局的间歇 他往调后场 他往调后场 他往这种快速的这个粗击不是很多 都是靠这种拉调啊 还是在控制对手 反拍持续的调球 调后场也是轻调到往前 多多少少啊 在目前王哲铭的这个场区呢 稍微的有一点风 在第一局比赛里面林丹在这边啊 两个人也是说 林丹在底线的15有3个 可能如果是对于这个底线控制的落点要求太高的话 在风向控制上面 这个要做一些调整 连续的多拍对于现场的观众来说呢 还是欣赏价值比较高的一场比赛 但是对于羽毛球运动员来说 他的这个肌肉的无氧状态 对于体能的消耗是比较高的 再次呢 因为擦汗的关系啊 还有擦地板 然后双方球员稍微的有一点休息的时间 往前的小球 又是想在边线方面来做控制 今天呢这种主动失误还是比较多 主动失误多就是他在这个竞技状态来看 还是有一定的 跟自己这个顶尖状态是有一定的差距的 可以看到呢林丹的知名度和影响力还是非常高的 来到这个现场有不少的人还是专门为了看林丹 这球的这个正拍的推对角啊 就是非常的隐蔽 而且质量很高 特别是在对手刚刚在底线啊 坐回自突击的时候 前场的空档比较大 看到了机会 这个铺网 今天的这场比赛 两个人呢处理球的时候都是比较的有耐心 让证明呢在底线的步法交叉步啊 他的这个使用 包括刚才的这个平抽球 动作相当舒展 可是出球的质量并不是非常高啊 过往的有一定的高度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林丹还是插入机会的铺网得分 14比11领先了3分 直接起跳啊 过度一半 真的是非常比反应浓厉的 这阶段呢 林丹自己呢 在失误率方面的控制 还是比较到位的 显得对手呢 这个进攻 有的时候显得比较的粗糙和没有耐心 15比11 继续拉大比分的差别 今年的世界锦标赛是8月5号到11号在广州举行 因为市井赛呢 是羽毛球界呢 他的单向的这个最高级别的比赛 对于这个世界冠军头衔来说呢 球员们也是把它当作锦次奥运会的这样一项赛事 放开球 12 16 这次呢 参加世界锦标赛 在南丹比赛的四名中国选手呢 除了世界排名第二的陈龙 世界第三杜鹏雨 还有王正明之外呢 那么就是林丹他是持世界雨帘的外卡 拿来参加本次市井赛 而因为这个排名比较低 可能在前面两轮呢 林丹就会遇到高手 他的市井赛的征程啊 并不是非常的容易 羽毛球呢 他的对于运动员的体能消耗还是非常大的 这次呢 在加率机会的这个突击啊 王正明在手感的控制上就非常好 因为他所处的这个 这半边的球场稍微的有一点顺风 刚才这个快节奏的突击一板 充分的考虑到了这个风向的影响 控制非常的到位 这也是在比赛过程中的一个经验的体现 想做一个假动作的一个搓放网 球在球拍的这个拍头上面停留的时间是比较长 反倒是没有能够放过去 今年的这个市井赛期间 将会有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300名左右的选手呢 来参加世界锦标赛 只好把球调起来 这球质量非常高呢 相当的贴网 名单的这个回放啊 选择不是非常明智 对手本身已经是在前场靠近往前的位置 所以这个铺网的机会把握得非常好 这样两个人的这个分差呢 凑小到了一分 王正明持续啊 追赶现在来到了15比16 此前的世界锦标赛呢 在中国举办就是在1987年的第五届设景赛 是在这个中国北京举办的 现在是去北京之后啊 第二次来到中国 在广州来举办今年的世界锦标赛 广州也是有羽毛球的非常深厚的基础 有很多的羽毛球爱好者 然后王正明呢 就是这个东道主选手了 比分已经追平了16比16 这一局早期的时候两个人比分是交替上升 林丹打出了小高潮 这个球啊质量不高啊 这个半场的高球给了王正明直接下压得分的机会 17比16 18比16 羽毛球队的那个在去年的时候 这个一二队合并了以后啊 感觉到现在呢很多年轻的小将啊 新鲜的面孔 这次是一个往前的车放往失误 19比17 王正明在周后半成啊突然是发力啊 把比分阻追平还反敲 打掉结合 看到王正明这个起跳的位置相当舒服 出现了这场比赛的场点20比17 下上网啊 连接比较的快速 下上网啊 下上网啊 连接比较的快速 突击一板 大网了 今天呢在这个对角线的突击线路当中呢 王正明还是拿到了两分啊 刚才呢这个突击的时间非常的快速 可能是稍微的有一点低啊 这个落点 浪费了一个场点 第一局比赛就相当的这个接近21比19先胜了 哦 前后林丹呢又是在回放小球的时候出现了失误 王正明就把握住了这个机会啊 那些比赛呢 每周得分 也是带来了许多的这个悬念 有的时候会节奏非常的快 这样第二局的比赛 小将王正明是21比18啊 再胜一局 值了两局的比分 从今天这场比赛来看呢 呃 林丹呢在比赛的过程中呢 他 体能的恢复还是相当不错的 只是说呢在整个的竞技状态当中 还是有所欠缺 嗯 主动的失误也是比较多的 但是林丹呢参加这场比赛呢 对于这场比赛的魅力和影响也是非常有帮助的 所以完全可以理解世界雨连对于林丹 发放这张外卡的意义